他是中国的挖掘机大王 37年时间打造1200亿市值商业帝国 如今退居二线 热衷慈善 说起中国的挖掘机品牌 三一重工无疑是最闪耀的那颗星 三一重工如今的市值高达1280亿 产品远销海外 响于世界 这样一家在全世界都有强大影响力的企业 其创始人却低调的过分 它就是梁吻根 在创业初期梁吻根连卖羊都能赔本 现在他的品牌每年能够营收560亿元 市值更是高达1280亿元 那么梁吻根是如何白手起家 华丽逆袭的 如今的他又为何退居二线呢 本期创始人机就来带大家 走进梁吻根的创业故事 梁吻根生于1956年的湖南茅堂镇 此君生在农民家庭 父亲靠手工活维持家庭生计 梁吻根的开局属于标准的草根 好在梁吻根从小成绩优异 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 顺利考入中南矿业大学 成为了知识分子高材生 不过说来有些幽默的是 梁吻根的学历对他的创业其实帮助不大 这位大学高材生最早创业的时候相当狼狈 梁吻根卖羊都赔本可不是夸张 1983年梁吻根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了某机械厂工作 一路做到了副主任的位置 80年代是创业的黄金时代 身为机械厂干部的梁吻根 自然知道很多草根创业的例子 这让他也跃跃于世 但梁吻根真正创业的契机 其实和创业的野心关系也不大 纯粹是他被逼无奈而已 1986年时 梁吻根所在的机械厂 由于效益不佳 已经处在倒闭边缘 梁吻根眼看失业在即 干脆提前辞职下海创业 当时的梁吻根 对于创业的态度其实相当消极 他自己在后来的采访中也表示 如果创业失败 就干脆回老家教书 除了态度消极之外 梁吻根的准备也很不充分 基本上是听说什么赚钱就去搞什么 当时的梁吻根卖过羊 倒腾过小商品 最后都没赚到钱 但屡次的创业失败 并没有让梁吻根跑回老家教书 反而是激起了他心中的斗志 梁吻根找到了几名好友 决定在创业上最后一搏 众人凑出了六万块钱 办了一个焊接厂 而梁吻根的创业之路 也就此开始走向正轨 梁吻根选择的创业方向 是有色金属焊料 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 主要还是专业对头 毕竟梁吻根此前在机械厂工作多年 梁吻根和三个合伙人 凑了六万块钱搞来了设备 坐立间地下室 就成立了一个小焊料作坊 这个六万块钱搓出来的小作坊 也正是日后千亿市值的三一重工的前身 为了研发焊料 梁吻根甚至找到了当初自己的大学老师 把他也拉进了研发团队 最终在梁吻根和一众合伙人的不懈努力之下 他们靠着简陋的设备和有限的资金开发出了新型焊料 并很快被大工厂青睐 财富滚滚而来 在1986到1989年期间 梁吻根靠着卖焊料就赚了一千万元 手里终于有了钱的梁吻根也舍得放开花钱 他扩建了厂房 购置了专业的设备 聘请了更多的研发人员 继续研发焊料和扩大产能 期间梁吻根也把自己的企业 正式命名为三一集团 其中三一的含义分别是建设一流企业 培养一流人才和做出一流贡献 到了1991年 梁吻根的三一集团 已经把雪球滚到了一元 虽然这个过程在现在看来顺利的有些离谱 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红利下 这并不反常 因为市场的需求足够大 三一集团有充足的时间和市场规模来发展 不过时代红利早晚有吃完的那一天 梁吻根也在担忧这个问题 为了保证三一始终有技术优势 梁吻根每年都会拿出超过7%的营收 用于研发投入 这个习惯梁吻根一直保持到了2023年 如今三一的研发投入 甚至达到了营收的9.7% 在同行业里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水平 总之 在重视技术的发展前提之下 三一集团始终在竞争中 保持着技术和成本优势 不过在2002年之前 三一的业务主要还是焊料 建材一类和如今挖掘机之王的名号还沾不上边 让三一的重工机械事业起飞的契机发生在2002年 2002年时 三一重工的水泥泵在香港国际金融大厦的施工现场 一名惊人 让三一的重型机械从此一炮而红 原来在90年代末的时候 梁文根就有意让三一重工研发重型施工机械 并且在高额的研发投入之下 很快就取得了成果 但不熟悉90年代中国机械市场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那个时代 中国超过90%的施工机械市场都被外资所占据 三一重工的产品研发出来却找不到客户 因此 它急需一个表现自己产品的机会 这才有了香港国际金融大厦的精彩义务 梁文根的目标不止于此 它要让中国制造享誉世界 三一重工不仅要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 也要在海外市场展露头脚才紧 既然要向海外发展 就得有一个拿出来宣传的拳头产品 这一次梁文根没有把挖掘机作为首选 而是将其重机作为海外市场宣传的拳头产品 中国的建筑工业从来不让人失望 靠着超高的性价比和可靠性 三一的起重机在国际市场也大放一财 2023年5月 梁文根正是卸任三一集团的董事长职位 从此退居二线 担任顾问工作 如今的梁文根已经67岁了 经理不负年轻事充沛 退居二线是理性决策 梁文根虽然退居幕后 但三一集团的发展从不停歇 时至今日三一集团的年营收达到560亿元 市值达到1280亿元 接近1300亿打官 而三一集团更是在全球的重型机械品牌排名第四 梁文根从一名濒临失业的下海干部做起 白手起家拼出这一切 堪称中国商界的一代神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